Leo聊世紀 天天榮幸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麗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3的比賽 這場12點鐘方向 尼可夫 瑪麗人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瑪麗的文明 瑪麗的文明挖黃金速度有加成 可以挖得更久 而且聰明的攜帶黃金數量更多 而且採的速度也稍微快了一點點 但是採經最快的文明還是土耳其人 瑪麗人前期很適合打戰艦 打火戰船或是射箭船都可以 或者是前期打工兵都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前期的封建世代單位吃驚的 就只有裝甲步兵跟小工 所以封建世代要打快攻 瑪麗人也是很適合工兵開的 瑪麗人她的中後期主力 還是要靠飛刀女獵手或是自己的駱駝 騎士騎兵或是奴兵作為主力 後期瑪麗雖然有強奴 但是沒有三級射也有拇指環 這稍微是有點弱勢的地方 那海戰部分也是因為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後期海戰可能還是要靠自己的生旅 或是靠飛刀女獵手之類的單位去進行反制會比較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viper 這邊選擇的是喬治亞 畜生點位大約在六點鐘方向 黃色的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她的特色是開局給一台羅車 那現在羅車已經不會再扣資源的關係 所以現在喬治亞人的經濟算是還蠻不錯的 那喬治亞人她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馬國策略 因為她的馬會自動回血 包括這個馬公也是 強化教堂可以讓強化教堂附近的隔宿內的村民 增加10%的工作效率 那後期的喬治亞人雖然有火槍但是沒有火炮 所以中後期轉兵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遇到大量槍擊兵的話轉火槍就可以搞定 整體來說我覺得喬治亞人是非常強力的一個新的馬國文明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邊地圖的部分 地圖部分是有兩個河道 這兩個河道是可以上去的 但是深水區域一樣騎兵是不能到裡面的 那這個青苔路騎兵還是可以走上去砍魚船的 那這邊魚到河池是有兩個 但是魚的部分一樣是注重前期 誰前期可以拿下虎誰的經濟優勢就很大 那Viper這邊稍微過來看一下 這邊有下這個碼頭的樣子 那後方這裡正常吃豬肉 沒有什麼太大的奇怪的配置改動 一樣是五個人伐木 我們頻道中很常講這個五人伐木下碼頭 這是最簡單的記憶法 很多人不知道該怎麼打海 打海的配置就記得先五個人伐木 可以穩定先出魚船 那我會建議出四道魚船 四艘魚船就差不多了 那這張地圖因為是比賽地圖的關係 所以他的魚船只出了三艘 出再多下去 可能會讓第一個碼頭或是火戰船出的數量 會有所減少 所以他們碼頭的魚船並不會下這麼多 但是如果你是打油木的話 可能就可以補到四到八艘左右 依照你的經濟配置跟你的戰術執行的後期打法 去轉換出你到底要出多少魚船 那基本上建議都是四到六艘 盡量不要大包艘 因為第八艘魚船之後 你的木頭量會非常吃緊 可能甚至讓你冰宮長或四級都下不了 你可能要直層反而也直不上去 非常尷尬 好那這以上都是一些特殊狀況才會出現的 平常的話六艘左右都是安全的 那接下來看到Viper都是點下這個支部技術了 這邊也是TOP支部 身封建時代 這裡碼頭補了一個出火戰船 家裡的部分有出火戰船嗎 暫時沒有 因為沒有偵查到Nikon來這邊蓋碼頭 這邊是打算要走一個直層路線 馬力人這邊是決定要放棄漁船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執行戰術的部分 去取決於你要出多少的漁船 那這邊就是因為他不打海 所以直接棄海 只是為了要補這個前期的補魚經濟優勢 稍微補正一下 這邊是打支撐 可能要賣個石頭 還是要賣肉跟木呢 但是賣肉可能會有點慘 賣了100石頭跟100木頭 OK 好這邊升級上去 由於是一個跳塵關係 所以並沒有辦法出戰船 沒有那麼多資源 好那Viper看到這邊應該就會意識到 欸 尼可夫打直層 趕快來偵查 結果一看 哇冰工廠跟刺激都下好了 OK那Viper這邊偵查好 結果就是對方直層 那自己家裡可能要上個大石牆 或是木牆趕快圍 會比較安全 因為待會對方的駱駝可能就會到你家了 或是對方的騎士 好那這邊升時代 Viper暫時沒有太多防備 好這邊先挖了一堆石頭 尼可夫這邊12人挖死啊 看來是要走飛刀策略 稱暴時代馬力人走飛刀 也是近期 也不是近期 最近比賽中還蠻常出現的戰術 當然天梯中也是有 但是飛刀女獵手這個單位 對於使用者的操作來說 非常講究 結果Viper這一村被拿下 但是三艘魚船已經拿好了 這裡補了一艘魚船 偷偷捕魚 好這裡蓋城堡稍微被騷擾一下 喬治亞遇到飛刀女獵手的情況 出莫娜斯塔是相當劣勢的 因為飛刀女獵手是近戰傷害的單位 所以他打喬治亞的單位一刀是7滴 而且他有移動速度打帶跑的優勢 所以喬治亞人通常是轉出馬弓反制 馬弓或者是僧侶 都是可以打飛刀女獵手的一個好東西 好這裡看一下Viper要走哪一條路線呢 城堡時代升上去 但是沒有偉大石牆 正面飛刀過來了 但這裡隨時好像都會被突破 沒有拉石牆 這裡應該是要開TC 防守反擊 先補一個強化教堂 好飛刀女獵手走進來了 好看到強化教堂稍微有點收村 好到這邊想要偷打 打到了一下 好現在木頭有點吃緊 村民都有點殘血了 好 Viper在等第一隻生女出來 招響 最後還是被擊殺掉的一隻村民 好也是招響到了一隻飛刀女獵手 OK飛刀女獵手最後還是被吃光 這邊是先展出一些騎士來打 欸結果這裡有個洞 哈哈 左邊這個洞沒有補啊 我剛剛還想說這裡是不是有個洞 剛剛好像沒有點到 但是我剛剛想說有沒有點到木頭 好像沒有 OK那不知道是不是Viper故意的 好右邊這邊偷開一個城鎮中心 要營造出自己偷開農的錯覺嗎 好營造出自己是單TC跟對方打 然後瑪麗人可能也會跟著單TC all in一波 欸但沒有喔 瑪麗人這邊是決定還是要開城鎮中心 開農一下 已經飛刀瑪麗要all in一波的話 要搭配衝車喔 還有投石車進行聯合工程會比較好 如果沒有前置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瑪麗的飛刀女獵手 進攻的能力有限喔 遇到這種城鎮中心或者是強化教堂 都還是需要撤退的 好這邊到處在騷擾喔 Viper這邊是補下了一個城堡 並沒有要走馬公路線 決定要走騎士 但是右邊這裡好像被看到了 哎呀 結果偷開TC的位置被偵查到了 好那現在漁船也稍微被騷擾一下 好這邊衝進來 被擊殺掉了一隻 這裡繼續阻止蓋寶 哇這裡viper的死傷開始變多 村民數下降到了只剩下45吋 被倒女獵手過來 直接撞到騎士臉上 後面這個強化教堂也要趕快按一下聖旅 好瑪麗直接中間 天園蓋城鎮中心 好這裡拿下來的話 待會挖金框就舒服多了 瑪麗人這時候才點下一級伐木 終於意識到自己經濟不好的原因 這裡撒農田 可能要點下一級農會比較好 不然撒第二田農田經濟有點糟 好那為了出這麼多飛刀女獵手 這一級的經濟有點炸裂了 現在支援量來看 Viper雖然被騷擾 但是還是領先對手 瑪麗人300支援 明明Viper已經一直在收村狀態了 但卻還是領先了 所以瑪麗人這邊可能還要趕快 補下二級伐木 一級農田 那Viper這邊是點下了一級伐木 一級農 但是還沒有點二級伐木 所以待會也是要找個機會點下 這個飛刀抓到生旅 完蛋 一刀帶走 好 白普爾這邊 開始轉出莫娜斯帕 三隻莫娜斯帕 那莫娜斯帕的防護率是蠻高的 那飛刀女獵手是10滴傷害 如果可以點下二防的話 打一下是5滴血 好 那目前兩家都開始走偏濃的一個路線了 喬治亞人這邊補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斯恩呂的血量 OK 來到了45滴血 好嘗試著想 好再一下下就要著想到了 回頭 但是飛刀女獵手過來 來 好手存 放出來繼續招 有可能招到 招到了一隻 背刀女獵手 一換二海上可以接受 好中間看到TC 後面有僧侶 這裡要置低騎士了嗎 完蛋了 被招到血多的 Miper這裡有點難受 前線偵查 看一下經濟狀況 騎士流進來 抓到一個機會 但是順利補了洞起來 Miper秋名書暫時落後 71隊也65 那馬力人沒有遇到公兵 就是這麼的愜意啊 Miper這邊要打贏 真的是不太容易 還是這邊鬼轉馬工 但這邊轉馬工 3TC經濟要很好才行 好中間這裡也補下了一個 強化教堂 跟一個城鎮中心 那這邊城鎮中心呢 就可以增加這邊的村民的 工作效率 所以強化教堂一定要補 補下去之後 經濟就會非常好 但是馬力現在呢 經濟也不錯 因為他這邊挖金礦 來到了20人 挖金有加速了 而且木頭也有減免 建築物 所以省下了一些資源 現在馬力人 過得還算是美滋滋的 沒有太大的問題 到了中後期 馬力人還可以轉出 飄悍精神的駱駝 來反之莫拉斯帕 所以馬力人中後期 只要穩定中間的路線 基本上呢 就沒有太大疑慮了 哇 結果這個 馬舟的跟蹤技術 沒有點好 結果被拆掉了馬舟 好 喬治亞這邊可能要想一下 要不要再補一個馬舟 好 現在騎這個 莫拉斯帕一直在到處 溜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可以抓到對方村民 好 飛刀這邊在偷撕農田 村民也被打到 馬斯帕要上前了 直接頂上去 哇 撞到了一些血量 但是少一攻的關係 所以有些 飛刀女獵手 血量是有點殘血的 而且沒有跟蹤技術的關係 還有點追不太到 好 後面這隻騎士 被招搶掉了 這邊有更多的飛刀女獵手 開始回頭反擊 好 Viper注意到沒有一攻的關係 趕快點下鍛造技術 好 前程科技也點 結果第二隻騎士 耶 被招搶 太難受了吧 Viper Viper這一波 很有可能被反擊 現在村民術差距來到尺寸 87對97 好 這邊拉了一個木牆 是什麼意思呢 以前的世紀帝國 是可以用拉木牆跟下地基的方式 判斷對方有沒有去下建築屋的一個打法 那決定版的時候應該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我記得以前VOO時代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遊戲機制 可以去下地基 測試到底有沒有東西在 這個是老人講過 不講這個 好 後方兩隻莫拉斯帕 抓到了幾隻村民 下二級馬凱 哇 這邊抓到大量村民啊 Viper最後還是抓到了一波大丸的 生鯉也是順利收掉 好 這邊聚集起來有10隻 攻擊力有多加1 哇 結果生鯉還是招搶到了一隻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的數量只剩下9隻 這裡圍一下 城牆 這裡再圍一下 OK 手速非常的快啊 我的天 好 這邊打算要直接手撕採礦地 Viper這邊的莫拉斯帕數量開始穩定下來 飛到女爵手也回來了 移動速度來說是1.38 對上1.54 其實還是有主動的優勢 就是移動速度全 好 非常快 馬力人右邊這裡沒有辦法圍到死 還找不到機會圍死 好 這邊 有個多線騷擾 Viper拿手好菜 多線進攻 又要上野了嗎 但是Viper這一次並沒有點二龍二木 二木現在才點好 終於補下了 OK 經濟越來越好 莫拉斯帕慢慢繼續出 數量越多 傷害越高 每7隻莫拉斯帕 傷害就會加一點 這也算是新聞名裡面 非常有特色的一個騎兵單位 抱團騎兵 好 這邊繼續招翔 但是有前程 這次沒有招翔到 好 這邊可能要先拉走一下 飛到有點多 而且還在敵方城鎮中心 大戰關係 打不太贏 好 右邊稍微突入進去了 但是飛到已經這邊敘事待發 等你進來了 好 有了幾馬凱之後 雖然莫拉斯帕稍微能擋 但還是擋不住 飛到的大量傷害 擺盤這邊率先點下帝王時代 一擊射也補下 好 右側的部分 非常多的飛到你獵手 從右側要進攻了嗎 好 看到碼頭 好 這邊蓋寶 用招翔來的莫拉斯帕 稍微反擊一下 哇 抓到了有點多村耶 這一波不虧 好 這邊viper也是 你偷裝村民 我也偷裝你 回敬你一杯酒 互相傷害 哇 結果飛到這麼多 這個城堡又變到城堡了 這個有點難守下喔 飛到應該是可以全吃 但是後方有生旅 不想要被招翔到 好 那斯帕又在後面 開始撞村民 到處收村 這裡又有一隻 viper的窒息是騷擾 還是很煩 平常看viper打天梯 真的都是覺得還在做效果 沒有那麼認真在打 果然一打比賽之後 又開始認真了 各種窒息式騷擾 因為有些觀眾可能覺得 viper是不是退步了 其實並不是 他只是打天梯 有多一點的性質是在玩 或是在練招 所以並不是那麼認真在打四季帝國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viper會輸給對手的畫面 那viper這邊 神道帝王十代 勸退尼可夫 尼可夫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viper的經濟 實在是太好了 後面直接經濟起飛 但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會贏 是因為有多線騷擾 成功抓到大量村民 經濟才可以得以反超 那如果viper這裡的莫拉斯的話 完全沒有抓到村民 那經濟領先的 也有可能就是 尼可夫這裡了 所以為什麼viper 能一直打贏對手 我覺得有很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他的多線騷擾 是真的厲害 那以堪農程度來說 他可能跟大家都可能差不多 只有還是 操作超兵手術上來說 還是更有 自己的一套方法在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